世界各地的人對搭棚都很好奇 其實搭棚是華人社會獨有的建築方式 更加是建築技術的角色 集工程和你學於一身 不同的棚架有不同的搭法 建築工程的棚架有建築工程的棚架的搭法 氣棚有氣棚的搭法 其實各個方法基本上都是如出一切 竹就是世界上生長出到最快的植物之一 竹一斬下來的時間是綠色的 慢慢慢慢就會變成青 青了之後就會變成雞蛋殼色 雞蛋殼色之後就會開始獨占獨占會變黑 在學師的時間就未必看得懂 做得很久憑聽聲或者眼望另一條竹 又沒有生蟲 那條竹是好還是壞呢 一切都是要講經驗的 香港城市節奏急速 加上地方就密密麻麻 真的在建築上就需要快人一步 要比其他材料又便宜又快 用竹棚就最適合不過了 建幾十層高的樓 裝修工程、樓宇翻新工程 裝測廣告牌、換窗門、換冷氣 外牆棚架 我們都需要做到踏棚的工作 以前的工友對安全意識沒有那麼高 要去到打風下雨才肯拿著安全帶 以及戴上頂安全帽 由於政府對行業的關注 令工人的安全意識也提高了不少 意外也相對地減少了 所以搭棚最重要就是安全 怎樣搭、怎樣紮 觸頭觸尾的方向和每個細節都很重要 考到牌子之後 自然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大家自然就安心了 我們會跟他們說 做足安全措施 做事會更加得心應手